现在已经是三复天了,热得不行,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,闷热的日子,这个时候就应该多吃点丝瓜,说到丝瓜的营养价值,就不得不提到丝瓜富含的多种营养成分,丝瓜的营养价值,离不开理念所含的灶带。 说到这个东西,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,但是说到人生大家可能就很熟悉了,而灶带正是人生里含有的主要营养成分,所以丝瓜温骨的功效,应该是实至名归,而丝瓜嫩滑的口感,也使牙齿不好的老人和小孩可以顺利的食用,所以其营养价值还是很可观的,而且我这种做法,也是特别有营养的。 大家值得一做,一定要做个健康的吃瓜群众,蒜苗丝瓜,白美乐猪,配料,丝瓜两根,蒜苗,一颗,白皮蒜二把,精盐适量,激情,烹饪不周,一丝瓜去皮洗净切滚刀状,蒜苗切断,蒜头切碎,二锅中加入油,大火烧热,加入蒜末煸猪香味,三刀入丝瓜不停翻炒,四炒至丝瓜变软, 要入盐和鸡精单炒均匀,五下入蒜苗炒至断生即可关火,六出锅装盘即可享用,七成品图,烹饪小贴士 一,丝瓜中含防止皮肤老化的B组维生素,蒜白皮肤的维生素C等成分,能保护皮肤,消除斑坏,使皮肤结败,喜嫩,是不可多得的美容佳品,顾丝瓜制美容水支撑 女士多吃丝瓜,还对调理月经不顺有帮助,二丝瓜味肝,性凉,乳肝,味精,有亲属凉血,解毒通便,看坏血病,看病毒,看过敏 三,这道蒜蓉炒丝瓜,不加任何的调料,吃起来清淡可口,清脆香甜,具有清热力湿,化坛止咳的作用 你还会什么样胜菜?喜欢美食节的文章,请关注,分享 你有什么公典和想法,欢迎在下面踊跃留言,和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 感谢观看